如果SigmaI从1到10的AI呢 加起来是等于52 那SigmaI从1到10的AI的平方是374 是求SigmaI从1到10的括号AI-1括号平方的值为多少 好那题目这边要求的这个 因为它有平方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乘开 利用乘法公式 好SigmaI从1到10 那我们后面这个平方呢 直接把它用平方的公式 所以变成AI的平方 减掉两倍的AI再加1 接着我们利用Sigma的性值 好三个呢 有加有减的 我们可以把它拆开 所以SigmaI从1到10的AI平方 减掉SigmaI从1到10的两个AI 再加上SigmaI从1到10的1 好那接着这个2呢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移向移到前面来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 这个AI平方是不是刚才题目有讲到了 所以是374 再来减掉两倍的SigmaI从1到10的AI 所以是减掉两倍的52 再来加上这个呢 是Sigma的第三个性值 是常数 好I带1也是1 I带2也是1 所以你有总共几个1 从1到10嘛 所以你有10个1 好那我们把它做计算 374减掉104之后再加10 374减掉104呢 就变成2007 2007再加10 所以我们的答案呢 就等于280 到底给你们按过1 分bild 这样 解5 均5 解5 均6 解5 解5